这部剧,当时他们告诉我,说剧本特别有钱,男主要非常非常地撩,又是一个现代的霸道总裁。 我之前演过我在大理寺当宠物,那是一个古代的霸道总裁。 那现代的,其实这样的角色我没有演过,我就特别想要尝试一下,而且这我来说撩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,于是我就接受了。 是有挺高的,因为这个角色其实他也挺容易害羞的,不,他不害羞,我挺容易害羞的,这点是有点不一样的。 我跟他契合的地方就在于,我觉得对女生都很绅士吧,然后虽然我平时生活中没有那么的冷, 就给人那种特别冷的感觉,但是我相信我内心身处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存在的。 最大的挑战就是,戏中有很多很多设定好的那种撩的那种桥段,会让女生觉得非常非常的,就是, 会变成这样的那种桥段,对我来说,可能会有一些挑战。 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,其实,其实没有怎么样做过这样的举动。 哪里有男生去学电视剧里面,你要闭动,然后开着你的下巴,说你这个小妖精, 对不大可能,但是呢,我们把它提炼了一下,然后呢,我也多多的练习了一下,对着镜子练习一下, 看着女生,怎么样看着女生,可以直接参透她的眼睛,看到她的心里那种感觉。 对。 非常在好。 嗯。 这次没有,而且我都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我演了这样一个角色。 她知道吗?她知道,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以后会怎么样。 反正马上就要播了,如果能够让我们的霸道总裁鼻祖,来评价一下我的这一个霸道总裁的话,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。 嗯,这次合作起来就觉得还是很不错的,因为我觉得她跟角色也很契合的,因为角色她本身是要这个女生非常的坚强,然后呢,非常的追求独立,就跟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女生,都是有这样一个共通点的。 现在的女生不就是要独立,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,靠自己来生活。 就是放饭的时候,大家一块吃饭呀。 还有在拍的时候。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一块拍嘛,拍之前都要排练,然后慢慢的日子久了,都会有一个默契程度在里边。 9分吧,8分吧,8,9分吧。 印象深刻的,我觉得可能是最辛苦的那一场吧,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杭州拍的时候天特别的热,结果呢,好死不死有一场戏是拍马拉松。 你敢想吧,就是40多度的天,一堆演员在那儿跑,一边跑还要说台词。 然后就这么晒着,晒了整整一下午,拍完以后,我看他们回来脸都黑了,导演都快红了。 就跟真熟的螃蟹那样,然后所有演员都红了,还好我只不过是那个马拉松的那个活动的唱办人,我只要在终点等他们,就好了,我没有跑。 太多了,我觉得前辈都可以,我都很喜欢,各个都有需要学习的地方,尤其是想想,我特别喜欢胡歌呀,京城舞呀,吴彦祖呀,就好多啊,反正。 胡歌呀,京城舞呀,吴彦祖呀,还是亂吧,什么类型的关系都可以,只要能跟他们演戏,我就觉得很开心。 这球,X吗,SG,SG,G,Z,Z,Q,SG,S,G,我反正比较是什么东西。 真情实感,真情实感,那你就说真情实感不好吗? 每年都立的一个flag就是学会开车嘛,最后到现在也不会。 又打算什么时候去落实这个计划吗? 还没有,还没有那个时间,我还没有看到那个空隙。 那和Boss要去我是一部,想刚说了疯狂撒糖的,然后会让女生特别特别感到激动幸福的,就是一部符合你们,符合你们幻想的一部剧本,然后一个男人所有的宠爱都给予你一生。 可以融化你的少女心的一部剧本。